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孩子建立用英文去进行阅读并且思考同时表达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你为什么觉得读和写对于今天的中国小孩子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呢 其实我觉得对每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读和写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因为现在可能读和写的价值一方面是被功利化了 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被低估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每个孩子他是有着终身阅读的习惯 同时呢它可以有用很好的用英文来去了解西方文明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的能力 对那与此同时创意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经常讲说阅读能够帮到一个人的精神的面貌 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他可以从小就有很好的阅读习惯 并且一直坚持阅读 这样的话他的知识结构就会比较的完整 然后他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独立的思想 并且通过一个他自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是未来的社会很需要的一种能力 同时也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公民社会中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非常重要的素质 对那和现在比较风靡的这个互联网创业不同 就是我听说你们有一个非常酷的这个线下空间 然后你们又跟这个家长还有这些学生之间有一个互动 那么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大概平时是怎么样开展你们的这个项目吗 我们的项目其实是首先我们有一家社区图书馆 然后在上海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希望就是说孩子来到这个地方 他不是感觉他在被动的学习 而是他是这个地方的主人 所以他可以有选书的自由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怎么去做 那我们平时会在社区图书馆里面 办一些有趣的比如说木偶戏 看电影 讲故事等等这样的一些环节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他们成为独立的阅读者之后 他们可以在图书馆里面独立的学习 然后他们可以组成学习小组的方式 参加阅读的引导式阅读的讨论 并且他们会创造出很多他们自己的作品 然后我们会把它出版出来 然后呈现出来 给他们开新书发布会等等等等 就是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 让孩子去感受到独立阅读和独立写作的乐趣 对 我知道你有一些媒体经历 你觉得这些媒体经历呢 给你的今天的做的项目呢 有带来一些什么 带来太多了 我觉得我一直非常骄傲 我曾经在媒体这个领域里面工作 并且吸收了很多的能量 我至今仍然认为媒体是 就是在媒体领域工作 其实是塑造了我的一个精神面貌 因为第一 他一直在驱使我成为一个有好奇心的人 那也因为这样 我能够理解孩子们的好奇心 我也很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 让小朋友们去探索这样的好奇 那么第二呢 我觉得媒体能帮到我很多是一些信息采集方面的能力 因为在媒体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快速的去掌握掉一些信息 并且在通过跟一些有意思的人的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阅读对他们的重要性 所以有太多吧 我觉得 那最后谈谈你们的愿景 就接下来这些计划 接下来我们希望可以将阅读文化 进一步的推动到更多的社区当中去 同时因为我们本身也 刚刚其实忘了讲了 就是说媒体经理也帮到我一个 用新媒体的方式去传播我们的理念 所以我们也很用心的在做我们的网站 微信 电台 希望通过各种的方法 让更多的人在合适的时间 接受到这样的一些好的东西和资源 所以的话 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 能够用比较理性的方法来对待孩子们的阅读和写作 而不只是把它当作跟升学 跟一些浮躁和焦虑的情绪结合在一起 给到下一代一些不好的影响 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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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